20号凌晨高雄大辽这间车行 你看这店里头的玻璃门 突然之间是整片碎裂 不过在现场呢 没有看到钢珠 也没有看到砖头等等 因此是排除人为的可能性 而实际问了一下玻璃业者 看看这个影片当中呢 认为这种自由落体的碎裂法 比较有可能是车辆经过的时候 弹起了小石头所造成的 不过老板也说啦 这温差大也可能导致玻璃破裂 20号凌晨三点多 高雄大辽一间二手车行 两台轿车呼啸而故的瞬间 半侧电动门玻璃突然炸裂 粉碎的玻璃全洒往地面 换个角度来看 玻璃破碎的瞬间 虽然有车子经过 但也不像是被东西砸中 我们看都没有任何的砖头啦 或者是那种钢珠之类的都没有 一开始以为是被人家砸破的 我们也会怀疑啦 当然多少会怀疑 可是我们也有掉监视器 监视器车子来来往往都是很顺畅的在走 也没有所谓的停顿下啦 车行赶紧用帆布将门口扔挡起来 否则风一直灌进来冷冽难受 而幸好事发当时 大半夜并没有员工上班 否则玻璃这样砸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业者在周围检视并没有撞击的义务 他们怀疑跟天冷有关 内外温差大的话就很爽 不过实际询问玻璃业者 根据影片来研判则认为 像这种自由落体的碎裂法 整片砸下来 车辆行经时弹起小石头造成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室内室外温差大 当然也容易因为热胀冷缩 产生碎裂 气温奏向时 门窗玻璃还是得把关安全 避免不定时自暴伤人 记得吕昭SIG高雄谋斗